國造潛艦到底能國造幾艘 其實取決於美國 美國賣幾套戰鬥行動給我們 我們就能造幾艘 那我現在比較擔心的是 華府目前可能不會太支持 我們去增加潛艦的兵力 大家好我是麥芹 嗨我是路易莎莎 歡迎收看 匪夷所思 好 今天阿姨想知道 我們請到的專家是 軍事專家接種博士 那請接種博士來 其實有兩個題目想要談 那第一個就是 最近大家講很多的這個潛艦國造 OK 潛艦國造的部分 其實我一直有一些疑問 第一個就是潛艦國造 在我們整體的戰略裡面 它到底是扮演一個什麼樣的角色 我很需要一個軍事專家 來跟我解釋一下 這是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潛艦國造 我們最近一直在講的 不對稱作戰 第三個問題 偷偷爆料一下 就是潛艦部分等於是泛艦額外想 一直都想知道啦 那因為剛好也請到接種博士來 那接種博士有投書 所以就來問一下 但是其實我們一開始在設計 訪槛的時候其實我們主要是想問是國軍的後備 因為大家其實看到現在 以色列召集了30萬人 30萬的後備軍人 而且這些人馬上就穿上軍服就變成戰力 就丟到 等於是就丟掉前線去了 那台灣其實也是有潛在戰爭風險的國家 那我們談這個後備改革也談了蠻久 包含之前大概講 教招從7天改14天 那我就想知道說 剛好有這個機會我們來再談一談 現在教招的狀況是怎麼樣 那我們這個7天改14天有沒有用 那國防部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像之前說 把人丟到攤頭上去 然後還是到底怎麼樣 我們武器有夠嗎 那國土防御都會怎麼樣 所以我今天就想說 把剛好藉著這個機會 把這些東西一起講清楚 就來請到接種博士一起來 對 所以基本上今天呢 是兩個問題 一個就是我們談談前建國造 另外一個就是談談我們 從以巴戰爭之後呢 看以色列這個動員狀況 來看看我們自己的後備狀況是怎麼樣的 好 那我們來看看 接種博士是怎麼說的吧 好 博士先跟我們談一談 最近國際上講很多 因為這個中國的局勢現在有點變 因為它的那個經濟情況很差 很多人在講就是說 很可能如果說他要打台灣的話 可能是先用圍堵的這個方式 封鎖的方式 封鎖的方式 就是封鎖的方式 你覺得這個可能性高不高 坦白講我覺得這個 我對這個可能性是存疑 那中國大陸其實他們一些軍官 他們在討論武力犯台作戰問題的時候 他們其實不太贊成長期的封鎖或為而不達 為什麼 第一個 這抵觸他們數戰數決的指導 因為中國大陸在討論武力犯台問題的時候 他們一直很在意就是美軍的干預 所以他們基本上在計畫階段 他們就想他們是假定美軍會干預 所以對於攻台作戰本身來講 一個關鍵就是要在美軍的干預 產生足夠的影響之前 先在台灣附近創造一個絕對有利的態勢 長期封鎖其實會讓美國獲得干預的理由 也會獲得很好的手段 然後反而讓中共限於被動 更重要的是當中共封鎖我們的時候 我們的海空軍不太可能無所作為 我們的海空軍一定會採取挑戰的行動 當我們海空軍採取挑戰的行動的時候 原本所謂的封鎖其實馬上就變成 台灣周邊制海權跟制空權的交戰了 所以狀況會迅速的升高 所以不太可能一直停留在這種 唯而不達的階段 所以我覺得所謂的長期封鎖 其實在現實狀況之下不太可能發生 很多人就講說我們為什麼要有潛艦 就是因為說在這個聯合封鎖的時候 是派上用場 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你對於潛艦國造這件事情 你的看法怎麼樣 只要一開始談潛艦國造計畫的時候 都會提到一個八艘 我們在國造八艘這個數字 為什麼會有八艘這個數字 其實就是在2000年之前 我們海軍在做兵力規劃的時候 就有提到的時候 中共如果要封鎖台灣 做聯合封鎖作戰的話 如果能夠先進入伏擊區 就可以以靜自動以疫待老 在這樣的一個構想之下 海軍就找出了台灣周邊最重要的伏擊區 以這些最重要的伏擊區的數目為基礎 他就開始計算才會得出說 那我們要另外透過外購或國造的方式 再去增加八艘潛艦 所以潛艦兵力的擴充 對於我們執行這個所謂的 反制中共聯合封鎖作戰 坦白講是非常的重要 因為潛艦它相對於其他的水面艦 或者是飛機 它的逆中性真的比較強 而且一旦它進入了伏擊區 你其實要用科技的手段去找到它 其實真的很困難 那對於中共整個的聯合登島作戰 就會產生非常大的一個干擾 所以我個人是認為擴充潛艦的數量 對我們以後執行防衛作戰 是有相當大的幫助 說實在我一直在想到就是錢的問題 我也覺得說這潛艦這麼貴 可是如果我們去買無人機或是別的方式 它不是 我覺得可以買 我覺得感覺上 我覺得可以多買很多其他的東西 這個在我們整體戰略裡面 真的符合不對稱作戰嗎 其實我覺得不對稱作戰 最主要就是你要從雙方的 可以運用的資源面 找到我們能夠有效發揮 有效達成作戰效果的工具 那坦白講潛艦到目前我覺得還是符合這個標準 坦白講最有效的還是潛艦 那再提到我們潛艦也有一些逆中性 它甚至比戰鬥機更有可能接近到 中國大陸東南沿海重要的港口附近 並且發動攻擊 而且它攻擊的手段除了潛射反艦飛彈之外 如果我們能夠從美國獲得那種智慧型水雷的話 我們比較有希望在中共的艦隊出港之前 就對它的整個作業造成嚴重妨礙的一個手段 所以潛艦的不對稱的價值 2027年你可能看不出來 因為我們部署的數量不夠多 可是到了2030 2035的時候 當我們真正具備比較多數量的潛艦的時候 也許它的那個不對稱作戰的那個價值 這個時候才會開始去浮現 因為即便是中共的海空軍最近進步的這麼快 它的反潛作戰能力還是相對的比較弱 坦白講AIP是一個很複雜的一個技術 那我們在沒有潛艦大國這個完整技術支援的狀況之下 我們先用比較保守的方式把這個風險降低 先做出一個可以用的潛艦 先取代掉海獅跟海豹 因為已經快80歲了 先讓我們潛艦作戰 潛艦部隊可以有比較良好的兵力可以運用 然後再進入第二階段 比如說第三艘第四艘或第五艘第六艘的時候 再根據當時我們所能夠掌握的技術 把這個AIP或者是新式的電池的技術 放在後續第二階段的潛艦招艦裡面 我個人認為這個技術這樣的一個構想是務實的 好 那另外一個是我覺得美國 我們跟我覺得我們在真的要打起來的時候 說實在跟美國的配合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美國對於我們造潛艦的態度到底是什麼 其實在2001年小布希宣布出售八艘潛艦給我們的時候 美國海軍是不贊成的 第一個他絕對反對在美國本土有傳統潛艦的生產線 因為美國海軍在當時已經是全核資潛艦了 他們很擔心說如果在美國本土出現傳統潛艦的生產線的話 美國國會會施壓美國海軍 要求採購一定數量的傳統潛艦 所以他們打死不讓傳統潛艦在美國本土出現 所以當初他的構想是說他找一個歐洲國家合作 歐洲這個國家德國或西班牙提供潛艦的藍圖 然後呢由他們來造出潛艦的艦身 然後運到美國裝美國的戰鬥系統 然後再交給台灣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當後來又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美國海軍的潛艦部隊其實反對我們擴充潛艦數量 因為潛艦作戰水下識別最困難 那對於美國海軍來講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當他潛艦進入戰區的時候 只要是不明艦就一定是敵艦 這個時候如果我們國軍的潛艦數量增加 他當他出現不明艦的時候 他會無法判他很難判斷到底是共軍還是國軍 那這邊會有後來有說法就是 那國軍就把我們的相關的譬如潛艦的聲文資料給美軍 讓美軍進入他的資料庫 那他發現這個國軍的潛艦的時候 透過聲文比對就可以確定敵我了 這只解決了一半的問題 因為美軍也怕被國軍誤擊 但是美軍是絕對不可能把他的聲文資料給國軍 那我是覺得現在目前最大的挑戰是 目前華府的國務院國安會跟國防部 主管對台軍售事務的高階文官 普遍非常的支持所謂的不對稱作戰 他們甚至認為說不對稱作戰系統有特定的標準 像他們有一位國防部的一位長官就說了 他認為所謂的不對稱作戰武器系統大概就四種 先進的C4IS 暗制的反艦飛彈 中短程的防空飛彈還有水雷 他認為只有這四種才完全符合所謂的 不對稱作戰武器系統 以至於美國原本要賣給我們的M109 A6自走炮 被大家找個理由無限期的推辭 然後呢原本美國海軍建議我們要買個反潛直升機 美國海軍建議的也被華府否決 所以其實我們以後國造潛艦到底能國造幾艘 其實取決於美國 美國賣幾套戰鬥系統給我們 我們就能造幾艘 那我現在比較擔心的是華府目前 因為非常的重視不對稱作戰 非常強調不對稱作戰武器系統 可能不會太支持我們去增加潛艦的兵力 那如果沒有美國的支持好了 或是默許好了 我們蓋得起來嗎 基本上我覺得就沒有辦法了 如果說我們今天照美國美方的方式好了 美國打算怎麼處理這個問題 你作為我的partner 你覺得這個問題該怎麼解決 我的推測是這樣 美國海軍多多少少認為說 到時候他的核資潛艦可以搞定這些問題 但對我們來講 我們跟美國之間沒有共同防御條約 所以當共軍犯台的時候 美國什麼時候參戰對我們來講是未知數 我們其實沒有辦法去期待 美軍可以幫我們處理掉這些事情 所以這也是我們現在跟美方在做軍事戰力的溝通的時候 一個比較大的一個盲點 我們談一談 就是這一次呢 就是以色列被哈馬斯攻擊之後呢 他們在48小時之內就集結了30萬人 我們新聞上看了很多 那你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有沒有很厲害 根據像以色列目前的兵役制度 他原則上是高中畢業 男生女生高中畢業後就先去當兵 那男生呢要服役32個月 女生要服役24個月 除了疫期比我們長之外 更重要的是 這些服役的男女青年 在退伍之後的前三年 你若是軍官的話要84天 一年要84天喔 就是退伍的 退伍的頭三年內 軍官要84天 士官要70天 一般的士兵也要50天 然後呢 他的動員制度裡面 又強調就是援兵回援武 就是他在退伍的時候 他就知道以後動員的時候 他所要報到的部隊的位置 然後呢 我的動員的時候 我要承擔的任務 那退伍三年後的訓練 都鎖定在這個上面 換句話說他只要 一到部隊報到之後 他其實就馬上進入狀況 就變成一個立刻可以作戰的能力 那當然我們就要回頭來 看看我們台灣了 OK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 他就說我們動員能力 比如說2021年的時候 國防部就說這個有信心 在24小時之內要動員21.5萬人 這個數字是比我們現役軍人 17萬是還要多的啦 所以我現在在看 博士 你在看 這個數字有沒有灌水啊 我基本上是認為說 這個數字並沒有太多的灌水 那這個東西坦白講 以台灣第一個 他服役比較小 然後加上我們的中央政府 跟地方政府的行政效率 其實還不錯 很多的資訊大概都已經 彼此之間都已經做到資訊化 所以理論上我們有辦法 在24小時內完成 這個21萬5千人的一個報導 這個大概這個部分大概OK 但是以色列這次雖然遭到 哈馬斯的起襲 但是哈馬斯的攻擊 儘管事前又經過相當的準備 非常的縝密 但他本質上還是一個 大規模的恐怖攻擊 因此在攻擊得手之後 其實哈馬斯並沒有嘗試 找以色列的腹地去前進 換句話說以色列在從事這些動員的時候 他其實是可以有非常安全的空間 對外的交通也繼續暢通 不用擔心被干擾 可是對我們中華民國來講 這狀況剛好相反 就是共軍的火力已經可以涵蓋全台灣了 那再加上共軍這幾年推動所謂的軍事改革 其中一個重點 就是他們希望縮短 從武力犯台的決心下達 到部隊開始攻擊這中間的時間 他的時間縮得越短 就代表我們可以運用的準備時間越短 所以換句話說 對我們來講 最大的挑戰 是在共軍的攻擊發動之前的若干天 政府就必須要開始動員 我們的後備軍人報到之後 其實需要一段時間進行相關的編組 重新熟悉一下武器裝備 做一些基本的臨戰訓練 他才開始具備作戰能力 然後更重要的是 要進入戰術位置 構築好陣地跟攻勢之後 他才能夠開始發揮作用 所以換句話說 我們必須要在 對我們來講最關鍵的是 我們必須要在共軍開始攻擊之前 好幾天 政府就要開始動員 否則到時候可能會來不及 可是好幾天開始動員 這個其實是一個政治風險 非常高的事情 為什麼政治風險非常高 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以這次烏克蘭為例 其實美國在2月12號的時候 就對烏克蘭政府提出警告 說俄軍很可能在接下來幾天 或許是2月16號發動攻擊 然後美國就開始撤離大使館非必要的人員 在這個時間點上 折倫斯基第一時間的反應是非常的生氣 然後他甚至去罵美國 但是呢 結果到最後是 俄軍2月24號開始攻擊 折倫斯基到2月23號 才開始說全國進入緊急狀態 所以從16號到24號其實是 中間有7、8天的時間 他就沒有做任何的動作 23號等那個 莫斯科的態度變得很明顯的時候 他才開始宣布進入緊急動員 開始不讓這個列管的後備軍人出境 到24號共軍 俄軍已經開始發動攻擊了 他才開始正式下達全國動員力 那後來他接受華盛頓郵報訪問的時候 他自己承認 在當初美國警告的時候 他為什麼不敢採取行動 他說第一個怕影響國內的經濟 第二個怕影響民進士氣 那回到我們台灣中華民國 我們是個海島型國家 對外極端仰賴貿易 各位可以想像想 如果我們總動員一天 我們的GDP會損失多少 更重要的是 當我們宣布總動員的時候 所有的海外貿易大概就斷了 這個時候基本上世界上 就沒有商船趕往台灣海峽走了 所以我們每動員一天 我們的經濟損失其實是非常的龐大 那這個東西就會造成 政府在做動員決心 所病人非常的煎熬 那我們把人叫來之後 把這些人 平常不打仗的這些人訓練到有戰力 我看有一位陸軍的退將 少將是張俊達 他曾經說過 他說台灣的部隊從召集訓練 進入戰鬥位置 大概需要七天 OK 那你覺得這個評估怎麼樣 我坦白講 我當然不曉得國王部實際的評估是多少 但是以前在立法院服務的時候 我確實聽過七天那個數字 我確實聽過七天數 那以我們目前後備部隊的狀況 我覺得至少七天 坦白講一點都不誇張 組成後備部隊所有的絕大多數的士兵 基本上不知道如何用連的方式 贏的方式來戰鬥 所以說我們的後備部隊的戰力 在現階段其實是有相當的問題 坦白講 以如果疫期不改 還是維持四個月的話 坦白講恐怕連七天都不夠 你覺得會是多久 十四天夠不夠 我坦白講 我覺得我們如果期望共軍 給我們七天以上的準備時間 共軍就已經很仁慈了 OK 所以超過七天 我覺得都是很難以想像 那這一次以色列的問題 我們還看到一件事 就是說 我真的有個女朋友 她是住在耶路撒冷的 然後她就是在知道 就是接到動員令之後 她就是一路哭哭啼啼 可是還是把兩個女兒送進軍營 他們女生也要當兵的嘛 就是說他們把她送進去之後 我覺得他們 就基本上父母也是 當然捨不得 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但還是送進去了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說 她覺得裝備不夠 大家想盡辦法 父母想盡辦法買裝備給自己的小孩 這樣子 所以以色列已經是這樣了 那我們目前 我們在國防部 在裝備上 尤其是後備部隊的裝備上面 我們投資了多少 我們做了好不好 這兩 去年跟今年 國防部應該是在美國的影響之下 確實花了不少的錢 再去替後備部隊進行所謂的缺裝補充 就比如說買了機槍跟波擊炮 同時還比較難的是 除了做這些補強之外 他也很罕見的跟我們的陸海空軍的長備部隊 同步去更換了一些通訓器材 但是還是會有很多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國防部所提供的戰鬥各裝 我相信范杰也很清楚 其實離現在部隊上的標準 大家罵爆了 離現在這個 比如說以美軍來講 以美軍為對照 中間可能存在著不少的問題 中間有非常多的落差 第二點就是 這些後備部隊所用的裝備 很多是長備部隊太換下來了 我們的後備部隊平時所保有的人力 其實非常的少 絕大多數非常的少 有些單位 大部分的後備部隊在平時 所保有的人力 只有他編制的不到10% 很多的後備單位甚至不到4% 換句話說 這後備部隊就這麼少的人力 那就使得他根本沒有辦法做好 這個後備部隊所需要裝備的 維護跟保養的工作 那這邊又可以看到以色列的一個狀況 以色列的每個後備旅 其實都有一個營 甚至兩個營是長備 是平時就存在的 所以他就靠著這一個平時就存在的一個營 去替其他的後備 暫時才要動員的營 去做好各種的裝備 維護跟保養的工作 這也是以色列的部隊在動員的時候 能夠快速形成戰力的一個主要的原因 那我們剛剛好 那我們先不要講好了 可是這個設備可能需要補齊啦 要加強這樣子 那我們把人叫來之後 這個以色列他徵召了30萬人 他有區分成三組嘛 就攻擊組 守備組 還有這個後方安全部隊 那我們國防部的規劃 我們把後備部隊人叫來之後 那規劃他們做什麼呢 我們原則上第一波動員大概就是34萬人左右 那其中有大概一萬 將近一萬九千人是要補充長備部隊的缺額 那緊接著我們要擴充我們的地面部隊 就是把很多的在成平時期大概只有架構的這個後備率 要把它恢復 要把它編成 那這個所需要的人數大概是21萬 當開始交戰的時候 可能會產生了一些傷亡 這時候要進行補充 這個部分大概國防部的規劃是44000人 那剩下的就是剛剛所提到的就是 類似以色列的後方的後方安全部隊 或者是勤務部隊等等 就是所謂的軍事情勤務隊 這些人可能是比如說他是開怪手的 他可能是開卡車的 等等就是一些特種的車輛的人員 這個部分是從事輔助性的這種勤務資源的工作 這個部分大概列管的人數大概是六萬五千人 我們的計畫目前大概是這樣 我們的後備局員絕大部分是男士手備組 那就是擔任海岸線防衛 眾生地帶跟城鎮的防衛 還有一些重要的基礎設施的防護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工作分工 OK好 那一般民眾我覺得常常我覺得會攻擊的 就是在講就是說把這些後備部隊沒有訓練好就拿去當沙包 去海灘當沙包你覺得這個說法 我覺得可能會有一點點的誤解 我個人認為其實就是考量到後備部隊所的作戰能力 他們的裝備不如常備部隊 所以就讓他們從事比較靜態的 然後希望能夠有良好陣地跟防禦工事保護的一個條件之下 讓他從事一個相對比較單純的手勢性的任務 我覺得把部隊做這樣一個區分最起碼在邏輯上是合理的 那現在我們一個比較大的挑戰是台灣地區地下人愁 然後高度的城鎮化 所以使得很多的陣地我們在平時沒辦法讓它存在 換句話說我們必須在很短的時間內 也就是政府下令動員的那很短的時間之內 要想辦法幫這些守備部隊去完成各種陣地體系的構築 特別有很多的陣地可能以後是依托在城鎮裡面 所以這其實又變成我們接下來規劃 所謂國土防衛作戰裡面一個重大的挑戰 所以對我們來講能夠在攻擊開始之前提早動員 其實對我們的防衛作戰變得非常的重要 好我們再來講講那個C4ISR 然後我們先複習一下C4ISR是什麼好了 我怕觀眾們記得 指揮 管制 通訊 情報 監察 指管 通勤 情間 針對 好C4ISR就有點像我們的眼睛 耳朵 嘴巴 有神經系統 對我們的 對 然後我聽說你之前有不斷地強調 就是守備旅的這個C4ISR實在太缺乏了 很可能跟這個主戰部隊會缺乏聯繫 我們這個部分落後解放軍多少 共軍的很多的宣傳裡面都強調是說 他的主戰部隊現在已經到了牌 就是他的情資即時交換跟戰場共同圖像 已經可以到牌級了 那特種部隊已經到了班 那更精銳的特戰部隊 甚至於以後是單兵 就是他每個單兵都可以跟上級 甚至於後方的指揮部 進行即時的這種資訊的交換 因為我們的陸軍現階段 在這個C4ISR現代畫面程度比較慢 目前只到戰區就是軍團 可是這幾年國軍已經開始大力在推動地面部隊 對C4ISR的現代畫 那希望以後先到各聯兵營 然後慢慢然後再延伸到聯級 甚至排級 後備部隊因為沒有相關的計畫 所以使得後備部隊呢 他的C4ISR還是可能是在 譬如說是在波安戰爭 第一次波安戰爭1990年 第一次波安戰爭的時候水準 那這邊就會變成一個問題 長備部隊那個情資的速度交換很快 但是他跟後備部隊之間 就沒有辦法進行這個情資的即時交換 那一旦這個戰場態勢快速變化的時候 到最後可能長備部隊會不知道 後備部隊這時候的位置 那後備部隊是絕對不知道 長備部隊此刻在幹什麼 理論上在防衛作戰的時候 是要密切配合 可是光是一個C4ISR的代差 會讓我們長備部隊跟後備部隊 可能根本沒辦法合作 然後更麻煩的是我們的後備部隊 目前絕大多數還是變成大型的後備鋁 鋁底下五個步兵營加一個炮兵營 編制非常的大 但是編制一大呢 就表示你對職管通勤的要求要變得就更高 那你編制大但是職管通勤的手段落伍 就會讓部隊的組織變得非常的鬆散 甚至於一旦交戰之後 上級可能就很快的對下級師去掌握 那對自己的後備鋁 自己的上級對下級都失去掌握了 那你要如何期待他可以跟長備部隊配合 所以我覺得國防部要嘛就是改變後備部隊的編組形態 要嘛就是想辦法去提升這個 解決這個後備部隊跟長備部隊在C4IS系統方面的代查 否則到最後會大家都找不到對方 好那接下來我們再講 你剛剛有提到就是這個軍事官缺額的問題嘛 然後你說這個差蠻多的啊 那這個在指揮統御上面的問題是什麼 跟大家解釋一下 就我們那個士官兵不夠的 軍事官不夠的這個問題 我這邊舉個例子就是 德國在二次世界大末期1944年1945年的時候 當盟軍開始接近他的國進線的時候 德國就編成了所謂的很多的叫做國民子彈兵旅 國民子彈兵師 這些國民子彈兵師里的士兵 絕大多數都是年紀很大的 或者是年紀很小的 然後呢他們受訓期間一般不超過兩個月 其實比我們軍事訓練役還少 可是呢構成國民子彈兵師的基層的 這些軍官跟士官 大部分都是在蘇俄戰場上 有過豐富作戰經驗的軍官跟士官 所以在這些有豐富作戰經驗的軍官跟士官 作為核心的帶領之下 這些只受過不超過兩個月訓練的後備軍人 其實在後來的德國國進的防御作戰裡面 其實還發還表現的還可以 所以這邊就可以看得出來 如果有一個很強的基層軍事官 作為核心的話 那後備軍人即便只受過 少數的訓練 只受過短期 比較短期的訓練 那在這些 非常素質優秀的 合格軍事官的指導 甚至手把手的教導之下 在從事一個靜態防御熱物的時候 他還是可以發揮一定的功效 但是我們現在就是比較嚴重的是 我們現在後備部隊編制很大 但是合格軍事官的人數實在是太少 好 那接下來就是城鎮戰的部分 就這一次嘛 以色列 這一次呢 以色列進攻到加薩 就碰到一個難題 就哈瑪茲在下面挖了長達500公里 升30公尺的這個地下通道 地下城市 地下城市這樣子 OK好 那所以說我們 所以城鎮戰其實是蠻複雜的 對 其實是蠻複雜 所以當我們這個邱國鎮 我們的國防部長邱國鎮說 這個把人訓練好到哪裡可以舉槍瞄準 這種說法你同意嗎 我坦白講我不太能夠 我並不贊同啦 像美軍在伊拉克的期間 他的部隊都是自願於士兵 可是他們後來也發現 如果要把這個 北軍的正規部隊 投入城鎮作戰的話 他們往往需要找特種部隊的人 擔任教官 在進攻之前 先進行三 先進行幾天的惡捕 並不是說 只要會開墻 你就可以投入城鎮戰 那另外就是 我們目前部隊 雖然在美軍的影響之下 這幾年開始注資於城鎮戰的訓練 但是 在訓練內容方面 大部分都是在所謂的 限制空間之內的作戰行動 但是我們必須要注意 提醒國防部的就是 我們是首方 非常忠略老師 你如何在短時間之內 利用手邊有限的材料 結合這個街道跟建築物的現況 把它改成一個有效的防禦體系 而不是只是說 每個大樓丟幾個士兵進去就可以了 所以這方面的相關的訓練跟準備 坦白講 我覺得國防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 好 那麼再講到就是後備改革嘛 就是說我們教招的內容啊 到底沒有用啊 我們的教招是從這個七天轉為十四天嘛 增加了實彈射擊跟數量 還有這個行軍戰術的操演 你覺得有沒有改到點上了 天數的增加是 兵器射擊數量的增加是絕對有幫助的 我現在比較擔心是我們的訓練內容 跟它暫時動員所負擔的任務 有時候未必完全能夠接軌 現在的教招的內容裡面 直接跟城鎮作戰有關的其實並不多 絕大多數還是以野戰為主 野戰相關的訓練為主 或者是說就是剛才提到的 你怎麼樣運用手邊的工具 迅速的把這個城鎮 變成一個設防的設施 這些部分在教招裡面其實都沒有 所以我會一直認為是說 閻德發在先生戰國防部長的時候 他有一個想法 就是任務分類訓練分流 不管是四個月軍事訓練 或者一年的義務一 疫情之類 他基本上就只接受 跟城鎮防衛作戰有關的訓練 那退伍之後的教育召集 他的內容也跟城鎮戰訓練有關 就是透過這種任務分類 訓練分流的方式 讓這些士兵在比較有限的疫期之內 專門學習日後他動員的時候 最可能碰到的場景 那這樣子呢 就能夠在比較有限的時間內 增加部隊這個後備軍人 在動員的時候應付狀況的能力 那後來為什麼沒有做 後來因為閻德發先生卸任 邱國正先生當任部長 那邱部長他可能就是 他就提出了剛才你所提到那段話 我訓練好之後在哪裡都可以開槍 他當時在立法院他曾經講過一句話 他說我怎麼知道這個後備部隊以後要放在海岸 還是放在城鎮 所以他覺得這種方式會限制了部隊的運用彈性 所以他主張還是要接受 比較普遍訓的訓練 有很多人會覺得說現在這個改革的這個後備 他有非常強的近戰技巧 可是他手邊的子彈 比如說兩百發三百發打完之後 他要去哪裡獲得彈藥的補給 或者是說當這個據點守不住的時候 他要往哪裡移轉 這其實需要一個組織 需要一個後勤體系 跟一個組織來協調來支撐 那這個部分就是國防部的這個部隊建制 存在一個最主要的原因 國內其實有一大堆受過基本軍事訓練的後備軍人 但是國防部目前計畫上 只會用到其中的比較小的部分 那這些人如果他們有足夠的意願 他其實也不用叫招了 他就是每年給予一段的時間 讓他去做兵器的複習 那在這種狀況 在暫時他們其實就能夠擔負比較輔助性的任務 比如說後方的警戒工作 我去守後方的倉庫 我去守後方的橋樑 那甚至於是說我就負責一個小範圍 就是比如說我居住範圍之小範圍的一個防衛的任務 那共居其實他們最擅長的叫做穿插 就他在國軍的防線上找到突破口之後 他的部隊要大膽的從突破口進入 迅速的進入國軍的後方 那如果我們善用這個國土防衛隊加上後備部隊 把這些城鎮街道都相當程度的設防跟阻塞 那他的部隊就沒辦法自由的活動 一旦沒有辦法自由活動 他就到最後變成一個靜態的目標 這個時候就很容易被我們國軍部隊去攻擊 所以我是支持是說可以嘗試去設立國土防衛部隊 來增加我們這個暫時可用的地面部隊的人數 但是呢他所從事是非常有限的任務 好了那博士我想做個總結好了 這次以色列我只有一種一個開放性問題 就是除了動員之外你覺得你還有看到什麼 然後你覺得很有啟發的 對我們台灣的這個國防來講 因為兩邊的狀況確實不太一樣 但是我覺得一樣的 但是同樣的一個重點就是獄警的問題 以色列這次因為獄警系統失靈 那導致他在加薩林街地區有嚴重的民眾傷亡 那對我們來講獄警又是更為的重要 因為我們當中共攻擊的時候 我們是沒有安全的後方的 所以當中共的飛彈落下來之後 還沒有完成動員的部隊跟物資 基本上就是沒有用的 所以對我們來講 我們如何能夠增加我們的獄警能力 讓我們的政府可以在一個正確的時間點 提早下達動員的決心 對我們的防衛作戰來講 或者我們社會任意來講是至關的重要 今天非常謝謝博士 好那謝謝主持人 也謝謝各位觀眾 好那講一下今天take away好了 那潛艦的部分呢 我真的是解答了我很多長久以來的疑問 第一個就是潛艦國造 在我們整體戰略裡面到底是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那今天我想接種博士講得非常的清楚 比如說包括說他海軍為什麼設計出來 還是這個數量 然後要怎麼樣用 其實我覺得今天是講得蠻清楚的 那我也覺得如果我是真的覺得照接種博士這樣講的話 我覺得我們很需要潛艦那你有被說服嗎 你有被說服嗎 我有說服啊我覺得這部分我的確有說服 是我們有這個需要但是我們有這個需要有沒有辦法 被達成有沒有辦法被fulfill 我其實這一點我非常的質疑 主要的問題就是在美國的態度上面 我覺得照接種博士今天的講法的話 美國對於我們潛艦能不能繼續蓋下去這件事情上面 他有很大的話語權 那看起來美國的態度至少是目前的 就是現任的官員來講 我覺得好像是不支持的 那在他比如說你在他在講 就是說他認為這個是就是潛艦的確是不符合 美方定義的不對稱作戰嘛 因為照他的說法 美方對於不對稱作戰就是那四樣武器 那這是一個官員啦 他自己是一個官員 他就說然後如果說照他這個定義下去的話 潛艦的確是不在裡面 所以他不符合並不符合美方對於不對稱作戰定義 OK這是一個 那另外一個是如果美方真的不支援的話 我們真的蓋的下去嗎 這我也覺得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那如果說蓋不下去的話 我們整體戰略是不是要因此也跟著做調整 或至少現在有個備案 就像下雨天有雨備一樣 對我覺得這個是要想清楚的啦 那至於後備部分我覺得交給你這個 最有可能去當後備軍人的來講一下 對我還是要被尊召 我可能現在60%機 好 我自己感覺是這樣 就是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然後目前真的是 我們現在等於是從20分要進不到60分 這個階段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嘛 我們提了幾個問題 訓練時間不夠 訓練場地不足 裝備也不足 然後基層軍事官也都不夠 然後我們對於 對於後備的部隊的要怎麼用 其實不同的 不同任的國防部長之間也有不同的看法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需要被討論的議題 因為所有人在戰時 這些有當過兵的人都有可能會被徵召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 除了這個後備部隊以外 其實民防啊 或是每個人 我們就我們之前做2027有講嘛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責任 那我覺得這個責任跟這樣 我們到底應該做什麼事情 這是需要公眾討論的 那所以我覺得我今天做這一集 我覺得我們至少可以把這個問題 現在大概是什麼樣的狀況講清楚 那大家有什麼樣的想法 我覺得至少有一個公開的討論 那國防部或是任何人 他們在做參考 或是社會要怎麼樣 有個共識要凝聚 我們一起講好 往這個方向做的時候 我覺得才會比較有希望說 我們可以趕快到一個 至少有一個好 有個堪用的後備部隊這樣的狀況 對因為我們一直在講 就是說我們現在做的國防 他如果說我們真的是以拒止 就是deterrence 這個方向來做的話 他就必須要是incredible 你建立的這個戰力必須要是credible 就是要讓大家相信 讓大家相信你是可以打的 OK 那我覺得好像目前來講 距離credible 很遠嘛 因為我覺得 還很遠 我為什麼會在以色列這一周提這個 因為以色列的後備軍人 就是他們的戰力的重要一環 那台灣不只不是 而是 而且台灣甚至是覺得 那後備這是個笑話 是我乾脆不要去 那我覺得這東西 如果我們希望我們維持 我們現在的生活方式的話 我覺得是要 就像范姐講 糧食安全是有代價 國家安全當然也是有代價的 如果大家真的就是 我就是不想當兵 我不想當後備的話 那你的民主的這個生活模式 就真的大家會覺得 你沒有賀主力那就可能會被改變 好 那今天對於接種博士講的 如果有任何意見的話 歡迎留言給我們 告訴我們 然後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應該要按讚留言分享 多內 謝謝大家